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花生口味的糯米饼 外酥里香甜 糯糯的,特别好吃 如果您也喜欢糯米饼 不知道怎么做 可以按照海娟的步骤 保证您也能一次成功 步骤和方法讲解特别详细 大盘中倒入300克糯米粉 加入50克白面 放入3克酵母 10克白糖 用290克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颗粒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偏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 饧上20分钟 饧面的时间里 咱们来准备馅料的部分 半碗的生花生米 倒入锅中 全程开最小火 把花生米炒熟 大约炒了5分钟 看到花生米的表皮微微变色 这样就可以盛出来了 花生米稍微晾至微凉 搓去外边的这个皮 去皮的花生米倒入食品袋中 用擀边杖给它压碎 压成颗粒状 不要太碎 让它保留一点颗粒 这样口感更好 压好的花生碎 倒入耙中 两勺糯米粉 搅拌均匀 馅料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面团醒发的状态 表面已经全裂开了 这样就证明已经醒发好了 我们给它抓上一小搓 大约50-60克左右 在手心里转一转 排出里面的气体 然后搓出一个圆球 形成一个圆形的面剂子 然后大拇指在中间压下去 沿着边缘给它捏出一个窝头的形状 在面皮的中央部位放上两勺糖虾 压一压 右手的虎口收拢 往上提 提到馅根皮一致的时候 然后给它收拢几口 小尾巴压一下 翻过来 压成一个小圆面的形状 这样就可以了 冰层预热刷少许的底油 油热以后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 保持它的水分 中小火慢捞 二分钟之后看一下底面变色 给它翻一个面 漂亮 翻面以后继续中小火慢捞 防止里面熟透 烙至小饼的另一边也变成金黄色 再次翻面 哇 漂亮 金灿灿的 全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 小饼的两边都变成金黄色 按压边缘 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出锅 将人们看一下 这样制作的糯米饼外观特别的漂亮 两面金灿灿的 掰开里面看一下 好烫 里面满满的花生红糖馅 咬成一口 真的是满嘴香甜 自己在家做 好吃又简单 关键是没有防腐剂 没有添加剂 喜欢海娟的视频 别忘了给海娟点个关注 有时间试试吧